北京时间4月14日凌晨3点 欧联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重头戏展开争夺 塞维利亚作客挑战慢连 塞维利亚作为一只稀假传统竟旅 本赛季联赛的战绩极其糟糕 前28轮联赛竟然只赢了8场 输掉了12场 排名第13面临保级的压力 不过在欧联杯赛场 塞维利亚却杀入了四分之一决赛 在欧联杯塞维利亚是神一般的存在 六次夺得欧联杯冠军 因此在这项赛事 没有一支球队赶小失塞维利亚 不过此次塞维利亚的对手可是实力强劲的慢连 这对于塞维利亚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 结果塞维利亚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 拿到一场平局非常不容易 本场比赛塞维利亚排出4-2-3-1阵型 拉梅拉单前锋顶在最前面 与拉梅拉搭档的进攻球员 有奥利弗比托雷斯 拉基地奇和奥坎波斯 恩比内斯里亚利杭德罗比哥迈斯 和拉法比米尔之三名前锋 坐在替补席待命 古德利和菲尔南多搭档双后腰 艾苦尼亚 特谢拉 夸西和蒙体尔组成四后卫 布努担任首发门将 这场比赛对于塞维利亚来说 注定是一场恶战 塞维利亚的开局也非常糟糕 早早就丢掉两球 而且都是塞比策打进的 这样的开局让人们纷纷觉得 会是一场大惨案 但是塞维利亚踢得很顽强 并没有再丢球 而且塞维利亚的运气也不错 安东尼的射门被立柱挡出 如果安东尼这个机会把握住的话 塞维利亚就回天法术了 最后时刻 马拉西亚和马奎尔站了出来 纷纷用乌龙球帮助塞维利亚 结果塞维利亚奇迹般战平慢连 2比2的比分让人惊讶 一场比赛四例进球都是曼联球员打进的 结果塞维利亚拿到平局 你敢信 塞维利亚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 而曼联就有些惨了 伤了一员大将利桑德罗比马丁内斯 同时布鲁诺比费尔南德斯 还因为累计黄牌缺席下一回合的比赛 这场比赛也让球迷纷纷发表热议 两球领先就早早换下攻击手 腾哈格的调整真是绝了 腾哈格不会换人的话 可以学瓜迪奥拉那样不用换 塞维利亚不愧是欧连之王啊 这运气也没谁了 马拉西亚真是菜 他就是罪魁祸首 不接受反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